台北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 今天上午由议长林挺松主持 首先决定了议事日程 在50天的会期当中 最主要的议程将是审议今年度的 台北市地方政府总预算案 今天上午 议会也抽签决定了议员的新的席次 选出了各审查委员会的召集人 今天下午将开始 市政府各单位的业务报告 和市政报告 下个月21号开始 要进行市政执行和总执行